绵羊有声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二部《秦岭神术》 第十三集 四周,一片漆黑,只听见老杨的喘息声 他咳嗽了几下问 嗯,没事吧 我们好像已经过来了 我也咳嗽了几声当作回应 哎呀,快点点火照着 这水坛子不太对劲呢 这水里恐怕有不干净的东西 老杨咔咔地打着火机 想看看四周的环境 可是周围水花太大了 火一点上就灭掉了 我们摸索着向里游去 忽然,我又听到了瀑布外的那种水声 这一次离得非常近 听起来就好像是两三米外的地方 有什么东西游过一样 我想起在水里撞我的白影 顿时紧张起来 对老杨说 小心一看 附近好像有什么东西 话还没说完呢 我突然感觉到一只冰凉年华的手 一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顿时吓得大叫 心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难不成是水下面的石头人活了 本能的在水里一个翻滚 一脚就蹬在了后面那东西的身上 将它踹了开去 然后自己猛的又探出水来 对老杨大叫 妈他 水下有鬼 吵家伙 快 老杨已经打起了打火机 给我吓了一跳 忙转过来照我 不照还好 一照之下 我们两个全部头皮发麻 几乎吓死过去 只见我身后的水面下 浮出来一个惨白的人头 正看着我们 露出了一个猙獰的表情 我们吓得向后蹬了好几下 老杨慌乱之中想掏枪出来 可是怎么也拔不出来 那个人头翻起了白眼 嘴巴张了张 似乎说了一句什么话 然后一下子向我扑了过来 我打叫一声想要逃跑 却发现无路可逃了 那人头一下子压在了我的身上 我歇斯底里的大吼起来 用力想把他推开 却被他死死抱住 极度慌乱之中 我忽然听到那人头 在我耳边清晰地说了一句 救 救命啊 我一愣 停止了动作 脑子里傻了 心说水鬼怎么可能会喊救命呢 忙扶正那人头 拨开他头发一看 几乎没吐血 我的天哪 这哪里是什么水鬼呀 这不就是那一帮人中的那个梁师爷吗 这人已经体力透支了 双翻眼白 几乎要晕过去 难怪脸色白成这样 我赶紧转到他身后 把他给拉住 拖出了水面 一边招呼老杨来帮忙 老杨走进 你一看 马上也认出来了 他娘呢 这人怎么会在这里呢 他是怎么进来的 这家伙可能落单了 不敢一个人行动 所以就一直在我们边上监视我们 见我们下水了 他以为我们找到了出去的路 就也下水跟着我们 不过他没想到我们下水 是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刚才一路上听到的水声 估计就是他跟着我们时候发出来的 梁师爷还背着背包 吸了水 拉着他直往水里去 老杨赶紧将背包从他身上扒起来 我说 那我们现在拿他怎么办呢 这人是他们一伙的 带着会不会给我们添麻烦呢 我也觉得头疼 但是麻烦也得带着 总不能把人沉在这里吧 现在也没办法了 先找个地方出水吧 以后再处置他 我们调整姿势 向内游了几米 水下便出现了一道宽敞的石阶 一直从水底石阶而上 直到高出水面十几阶 我们缓慢地靠近 然后踩着阶梯走出了水面 我累得筋疲力尽 一下子就软倒在台阶上 大口的喘气 一边的老养兴奋异常 掏出了准备好的火把 浇上白酒 点起来照明 一下子四周豁然明亮起来 我转头四处看去 原来这所谓通往地府的入口 也只不过是藏在瀑布后面的一个溶洞 不大不小 似乎也是天然生成的 不过有些地方 有个人为修平的痕迹 阶梯之上是一座青纹石台 石台的四周有四根石柱 上面刻满了鸟兽的纹路 石台中放置着一个奇怪的高大青铜容器 像一个大的葫芦瓶 高度超过了我一个脑袋 秀气斑斑 上面都是双身蛇和祭祀活动的图案 这是一个祭坛呢 我心里暗想 涉足中祭祀不中藏制 出现这个东西 看样子的确已经十分靠近古墓了 我们走上石台 将包裹和粮食爷放到地上 右走到石台的另一面观察 那里有一道十人宽的石阶 蜿蜒一直向下通向的这个洞的深处 足有上百界 火把的光线照不到底部 无法知道下面是什么 我对老杨说 如果这是通往地府的入口 这里就是鬼门关了 这下面恐怕便是十八层地狱 我说你怕不怕呀 老杨指了指一边的粮食爷 怕个屁 我恨不能快点下去 可是这个家伙怎么办呢 古墓的入口如此接近 我和老杨都按耐不住 想要马上下去看看 可是碍于多了个粮食爷 这个脱油瓶 又不能扔下他不管 只好先把他弄醒了再说 我们把他的衣服扒了 然后给他灌了两口白酒 他的脸色迅速缓和了起来 老杨翻开他的眼睛 能不能说话 粮食爷已经逐渐地恢复了意识 直到落到了我们手里 无奈地点了点头 咳嗽了一声 我说你别怕 我们和你们那伙人不一样 我们不会拿你怎么样 不过我们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你给我老实一点 我们就带着你继续进去 不然我就把你直接给崩了 你明白了吗 粮食爷又点了点头 张开嘴巴想说什么 却又说不出口 老杨又灌了几口酒 在他嘴巴里 把他给灌得剧烈咳嗽 又抽出皮带 把他的手捆了个结实 他对我说 哎我说 老王 我还是不放心呢 这些人个个都是亡命徒 还是先把他绑上再说 粮食爷也实在没力气反抗 有得老杨把自己绑上 我们看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将他架起来 让他打头 三个人来到了石台的另一边 踩着石阶向下走去 一般来说 蛇国并不擅长机关和巧术 但是出于谨慎 这百来街的石阶 我们还是走了很长时间 终于 前面出现了平坦的地面 我们来到了阶梯的底部 阶梯的底部 是一块突出的黑色石梁 再过去 就是一个断崖 这种地貌 可能是地下水道所在的沿脉 是一个阶梯形向下的结构 有些地方发生过山体运动 造成一系列的断层而形成的 断崖下面一片漆黑 多高 有什么都看不清楚 由于断崖下面什么都看不清 这下子我们发愁了 如果有手电倒还好 现在一个小火把 如何照得到下面有什么东西 老养问我怎么办 要不要把火把扔下去 我说这怎么行 火把下去了 我们怎么下去 这时候梁师爷有气无力地说 两位 在下的包里 有信号枪啊 老养忙往他的包里一摸 果然摸出一把信号枪来 看了看梁师爷 你这人不错呀 还真合作呀 我检查了一下 信号枪没有问题 拉给保险 然后对着悬崖的上方 砰的一声 打出了一发信号弹 夜光闪过 照亮了一大片区域 一刹那 整个山洞清晰地 呈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们往下一看 一下子 三个人全都僵住了 一开始 我还没有意识到看到了什么 等我明白过来 人一下子就懵了 张大嘴巴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前面本来就虚弱的梁师爷 看到下面的情形啊 找我一步贪软的地上 几乎掉下去 老杨也面色苍白 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 悬崖下面十几尺的地方 是一个天然的大洞穴 里面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枯柴一样的东西 仔细一看 你就可以知道那全是骨头 一片挨着一片 有些地方还雷起来好几层 足有上万巨之多呀 哎呀 这 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的天 这不是万人坑吗 难怪那几个风水先生会说自己看到了阴间 这种景象太震撼人了 无论是谁看到 那肯定以为是地狱里的情形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眼前的这景象 好像很熟悉 好像看到过 我皱了皱眉头 回忆了一下 忽然之间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幅相同的情形 对呀 山东瓜子庙附近的那个石洞 不是和这里非常相像吗 我一下子思维混乱到了极点 只觉得喉咙里好像卡了什么东西了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里果然和山东瓜子庙的石洞有联系吗 那山体上的水晶棺材 还有石堆里那长发极力的白衣女尸 这里会不会也有啊 我马上四处去看 这时候在空中的信号弹已经滑行到了弧线的尽头了 在光线熄灭的那一刹那 我好像看见 在这些尸体的中间有一块奇怪的地方 老杨重新装填了一发信号弹 朝刚才第一颗信号弹吸灭的地方开了一枪 将那里重新的照亮 我看见那是一块没有堆放任何尸体的空地 位于整个洞穴的中心 大概有二三十平方米 信号弹的光线不足以让我们看清这块区域是否有特别 只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块空地是向下凹陷的 应该是一个坑 老杨这时候已经镇定了下来 指着那坑说 他三年前呢 看到的殉葬坑和这里差不多 中间也有这么一个空地 那怎么样也挖不到底的青铜枝呀 就是位于这坑的中间 照明弹的光线衰竭 洞穴里又恢复到一片漆黑 老杨还想再装天一发 被我拦住了 现在该看的我们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不必要无谓浪费资源 老杨问我 现在怎么办呢 闹闹闹了半天 这阴间就是这么一回事 说不定这里也就是一个祭祀的地方 我们还要不要下去 我想了想 那李老板和木吉里 说这斗里有好东西 应该不会错 咱们跟着铁链来到这里 路也没问题 我看他说的东西 就在下面 最可疑的地方是尸体中间那块空地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过去看看 不过这尸体堆积的地方 历来是最邪门的地方 我们得做好准备应付最麻烦的事情 我本来想说说 我本来想说说在山东碰到的那些个事 回头一想 不把这两个人吓死才怪的 于是改口扯到别处去 老杨已经压根不想下去了 不过提议到这里来的人是他 他也不好意思打退堂鼓 只好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回忆刚才看到的情景 要到达那块空地 无法避免的要下到悬崖下面 从尸体中穿过 从我们所在的石梁 到那块平地 大约也就是200米左右 应该问题不大 问题是如何爬下这20几米高的悬崖呢 我们没有绳子 徒手爬下去的可能性有多大 还要从长计议 另外就是 这下面有没有粽子 下面保存完好的尸体应该不多 大多数已经干涸 或者成为枯骨了 但是刚才在照明淡的照耀下 我看到很多尸体的表情 非常的猙獰 超出了人类表情 所能表现出来的极限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 正琢磨着呢 忽然听到一声摔倒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 只见梁师爷正捏手捏脚的 想退回到石阶上面去 老杨马上举枪 把他给逼住 再 再 再往后走 走一步 我就打断你的腿 然后把你从 从这里给丢下去 梁师爷一听到他的声音 吓得拔腿又跑 老杨朝天开了一枪 霹雳一样的枪声 顿时响彻 整个山洞 梁师爷给枪声吓得停了下来 缩着脖子 转身说道 别 别开枪 别开枪 我不跑还不行吗 鬼 鬼 才信你 给我回来好好蹲着 再跑一次 我就把你料理了 梁师爷灰溜溜的走了回来 蹲在了我们边上 哭丧着脸对我们说 两位小哥 你看在下 只是一个知识分子 跟着老太混口饭吃 糊弄一下那广东客人 暗盼起来 也是个次犯 你们还是放过在下吧 你们现在要去做大买卖 在下手无腹肌之力 跟着你们也是累赘 万一一个手脚不利索 连累你们就不好了 老杨见他手里 竟然还拿着他那只背包 不由的大怒 用枪指了指 你以为我们想 想带着你啊 你要我们放过你 也行 把那包留下 你爱上哪快活 去哪快活去 梁师爷为难的 看了看那包 可这包是在下的 有道是君子 老杨扬了扬手里的枪 我我不是君子 我我他们是畜生 甭跟我讲 讲道理 我觉得 这梁师爷 颇有点道行 要是把他放回去 碰上太书他们 当于给自己 增加了一个敌人 留下 兴许还能起个 牵制的作用 我阻止老杨说下去 转头对梁师爷说 我们现在处境还不明朗 你一个人走掉 就算给你全套装备 没有经验也出不去 不如这样 你跟我们下去看看 如果有好东西 太老头给你多少 我们也给你多少 三个人一起行动 生还的几率大一点 你看 这里阴气冲天 要是碰上个孤魂野鬼 谁也救不了你 对 你要是不想去也行 不过 把该留的都留下 把衣服也脱下来 他听到我说 给他也留一份名气 顿时就露出了 动摇的神色 又加上老杨一吓唬 马上就说 别别别 别 有话好商量 既然两位这么看得起在下 那在下也不便推辞 其实 以在下的学识 能和两位的经验 配合在一起 实在是株连毙和呀 我一听感情 这小子还是颗墙头草 两边倒 变卦变得这么快 心里觉得好笑 爷爷说的对 人心险恶 这个世界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我们将梁师爷包里的东西重新拿回来 倒了出来 寻找有没有可以利用 比如说绳索和照明的工具 但是他的包里主要是食物和衣服 梁师爷说他们重要的装备啊 都是由太叔和二麻子这两个骨干背着 他这把信号枪也是在走散的时候用来求救的 没有绳子 下悬崖肯定要学壁虎游墙 这里这么陡峭也不知道适合不适合攀爬 我打起为数不多的几个冷烟火的其中一个往悬崖下扔去 一路照下去看到有很多地方可以落脚 如果有持久的照明工具 踏下去不会太难 现在在外面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左右了 我们一路上都没停过 今天晚上我们就下不去了 好好休息一下 把伤口也处理一下 等到明天再下去 不然在疲劳状态下到坑里 如果里面有什么情况 肯定会出疲漏 现在在外面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左右了 我们一路上都没停过 今天晚上我们就下不去了 好好休息一下 把伤口也处理一下 等到明天再下去 不然在疲劳状态下到坑里 如果里面有什么情况 肯定会出疲漏 太叔和那个胖胖的广东人 现在是死是活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手里到底还有两支枪啊 碰到一起 免不了又是一番恶斗 还是要提防一点 我本想问问梁师爷 他们几个的来历 但是转念一想 现在问不合适 我们现在的关系这么紧张 他必然不敢说 要等到人放松的时候问他 那才可能听到真话 我帮我的想法和老杨一说 老杨点点头表示同意 不过他又说 这里太太娘的那什么了 下面这么多尸体 我们还是上去吧 到祭祀台那里去休息 我想想也是 于是重新爬上石阶 回到了祭坛处 老杨重新点起碳火 将一只罐头捞空 放在火上烧了点水 将一些干粮泡软分开吃掉 几个人吃饱了以后 又吃了一些巧克力增加血糖 老杨吃完后就困得不行了 我让他们先睡一会儿 我来看着火 老杨说这里也没什么野兽 不用这么上心 我偷偷告诉他 我主要还是要看着那梁师爷 这种看上去越窝囊的人 往往越是深藏不露 我们两个都睡着了 说不定啊 他就会露出本来面目来 哦 那那那你你你 你要不放心 我把他敲晕了 得了 我忙白手 心说要敲傻了就麻烦了 老杨自顾自的睡觉 我掏出藏在衣服内袋里的拍子榴 打开保险 插在皮带上 然后又烧了一罐水 擦拭自己的伤口 在瀑布的时候 我手上烫伤很严重 如果处理得不好 肯定会造成感染 等这些都处理好了 我叫醒了老杨 自己才睡了下去 这一觉睡得极其不舒服 浑身酸疼 伤口又痒又疼 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才睡了五个小时 身体难受的鼻子都塞住了 老杨给我烧了烫水洗脸 我感觉好了一点 吃早饭的时候 我看梁师爷表情 没昨天那么戒备了 就旁敲侧击地 问了几句老太这几个人的来历 梁师爷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名字 他看了看我 听出了我的意思 眼睛一转 对我说 小五哥 既然咱们现在是一伙的了 我也不瞒着你 我们来的时候啊 是五个人 其中只有太叔和二麻子 是专门干这个的 在下呢 是跟着那李老板和王老板来的 一来想见识一下 仙货是怎么出土的 二来呢 两位老板让我把墓里最值钱的东西 先挑出来 所以说实在的 在下真是一个很冤枉的角色 老仰听到 他这么说 就问他 哎 那奇怪了 刚才看到你们是四个人 那第五个人呢 哎呀 你说的那个人呢 就是李老板 刚才我们从矿道下来的时候啊 他去一道水坑去洗脸 结果我们发现他的时候 他的脑袋已经不知道给水里的什么东西给咬煤了 我和老仰正在吃东西呢 忙让他别说了 下面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 再说我们就吃不进东西去了 我看他似乎打算全盘拖出 心里说 这人也算是识实物 又乘机问他那两个老板的背景 梁师爷站了起来 哎呀 说起那两个老板的背景呢 不说不知道 一说 可要吓你们一跳啊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古董商人 你们且听我细细讲来 梁师爷当下放下手里的食物 将这两个人的背景简略地向我们叙述了一遍 那两个广东来的老板 姓王的叫王启 姓李的叫李皮巴 两个人都是佛山人 在当地的古董界里有很大名气 其中李皮巴的背景 我们已经知道了 发家全凭记载大量古墓位置的和墓集 而我之所以知道这些 原因是我和老仰曾经偷听过他的说话 不过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他的一面之词 其中有几分夸张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如今听梁师爷说起来 言之确凿 可信得多 而王启的家事就没有李皮巴显赫 但是却更加真实 他的祖上从事的职业叫做朝凤 何为朝凤啊 朝凤啊 就是指在当铺中干活的伙计 坐在高高在上的柜台上 在短时间内判断一件东西的价值与真美 就是他们的工作 其中负责高级物品鉴定 与日常行政事务的 叫做大朝凤 一个大当铺的大朝凤啊 可以说是世界上建设宝物最多的人 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他都见过 王启的祖上 就是一个有名的大朝凤 叫做王献初 他在晚年的时候 写了一本笔记 叫做古玉斋奇节鱼录 这本东西堪称奇书啊 上面记载了他一生所遇到的 他认为奇异的物品 并且详细地记录了物主的说明 他的判断等等 对考古工作有很强的横向参考价值 王启本身文化不高 但是他的记忆力非常好 这本古玉斋奇节鱼录里的东西 他看过多少次了 不知不觉中呢 全部都记了下来 正巧有一次 在一街头的交流会上 他看到一只白玉狮子 于古玉斋奇节鱼录里 记载的一种藏头和狠像 他当着众人的面 按照古玉斋奇节鱼录里的记录 将这只白玉狮子 放进茶水里 没过多久 那只狮子竟然自己张开了嘴巴 从里面吐出了一枚金叶子 从此王启便名声大噪 一发不可收拾 至于这两个人什么时候走到了一起 梁师爷也说不清楚 他做师爷的也不好过问 听到这里 我就问梁师爷 为什么这一次他们两个要亲自来这里呢 这些人养尊处由关了 怎么受得了这种折腾呢 老杨爷说 这这这这有有有有什么想象不通的 这就叫做闲钱烧脑 是钱多了给闹闹的 这些有钱人呢 钱多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都要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 有有有些人家财万贯 还还要出去也要要饭 这这这这不不稀奇 梁师爷呵呵一笑 我刚开始也这样想 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 这一次他们两个非常坚决 按照我的估计 这里面可能有隐情 答案就在这古墓里面 我问他 哎对了 师爷 你既然看过河墓吉 那你知道不知道 这进入瀑布之后 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啊 梁师爷看了我一眼 哎呀 这河墓吉是李琵琶的宝贝 我只是在李琵琶死后 抓紧看了几眼他的笔记 其他的内容倒看到不少 不过这进古墓的那一部分 倒是没有看到 那东西后来 给那姓王的老板拿在手里 我也没机会去看 不过 看昨天见到的情形 那古墓的入口啊 八九步离石 就在下面的尸体堆里 既然梁师爷说不知道 我们也只好相信他 我们吃好早饭 背起雷包 我给梁师爷松开鼻带 然后将自己的衣服 脱下来系在腰间 系紧了鞋带 三个人各自准备完毕 来到了食粮 就开始尝试着 向下攀爬第一步 令人觉得讽刺的是 在三个人里面 我可能算是体力最好的 所以活把就由我拿着 想当日我在鲁王宫里 可完全是属于天头的档次 怎么这一次 就担当了这么重大的责任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话虽这么说呀 对于现在这种状况 我也没有话好说 我们一步一步 缓慢地将自己的身体 放到悬崖下面 向漆黑一片的洞底爬去 这一路爬得很艰苦 有几次我几乎从悬崖上滑落下去 但是总体来说 这里虽然陡峭 但是并不难攀爬 胆大心系 就是小丫头骗子 也能爬下来 只不过是多消耗点体力和时间而已 下到一半的时候 梁师爷的脚已经抖得不行了 看样子 这人不太习惯爬山 大概足足花了大半包烟的功夫 我的脚才踩在了久违的地面 从地面上看那些尸体 有一种无法言明的恐惧非常强烈 这些尸体应该都是殉葬的奴隶或者战俘 尸体常年累月在太阳晒不到的阴冷潮湿的洞里 骨头上呈现出一种没变的黑色 洞里的空气中 弥漫着很浓的霉味 很多尸体都曾经被肢解过 尸体的表情猙獰 我甚至发现很多尸体好像都长着刘牙 我把梁师爷从悬崖上扶了下来 他一个蹒跚就踩到了一颗头骨上 将早已经腐烂的头盖踩了一个窟窿 幸亏被我一把拉住才没有陷进去 他好不容易站稳了 擦了擦头上的汗 哎呀 真是让你们见笑了 在下自小就体弱多病 见风就倒 就我这身子骨 这倒抖的买卖恐怕是没有下次了 我安慰了他几句 抬高了火把照亮四周 看看这路该怎么走 尸体堆积如山 尸体之间有一条小径直直的通向前面 火光有限 我们只能看到十几米以外 再远就看不到 不过我们在悬崖上面看的时候 已经看准这条路 就是直通到那块平地上的 估计着只要往前就能到地方 梁师爷体力透支的太厉害了 实在走不动了 我让他在这里先喘口气 也顺便看看这里的尸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四处的转了几圈 看了半天 我发现梁师爷明显有表情的变化 就问他 梁师爷 看出来什么了 这里好像有一些不是人的尸体 这些头骨的结构不对 我心里只起鸡皮疙瘩 心说 难不成是尸变之后的僵尸骨吗 忙问他 如果这不是人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哎呀 现在看也看不出来 你们要想知道啊 我得多看几个 最好能找个没有完全腐烂的 在这些尸体堆积处的内部啊 不知道有没有 要不要 我看一看 老仰倒吸了一口凉气 哎呀 我的妈呀 你说的倒是轻巧 这里们的尸体 给这么重的阴气罩着 肯定有尸变的迹象 又是开出这粽子来 我们也没带黑驴蹄子 你又不能蹦 不能跳的 弄不好啊 恐怕三个人都得交代在这里 我和老仰的想法一样 就对梁师爷说 哎呀 不用了 咱们呢 又不是搞研究的 梁师爷估计 早先也听过不少粽子的事情 点头对我们说 我也就是说说 要我干呢 我还不肯呢 我看火把用了很久 烧得很快 火焰坚持不了多少时间了 在这种地方 如果火把熄灭 那是要命的事情 想要再制作照明的东西 非常困难 最差的情况 我们不得不摸着尸体走路 于是就不让多歇 蹲了几下 就催着他们上路 我们沿着小径向前走去 两边是一排又一排的尸体 在尸体的中间 让我欣慰的是 看到很多食人混杂在里面 洞穴的底上是泥土 这让我觉得很惊讶 走在上面并不是很踏实 想起这些黑色东西 也许都是死人腐烂而成的 我就觉得有一种脚底板发凉的感觉 走了一会儿 火把的火焰就小了下来 光照的范围逐渐缩小 我们加快脚步 开始向前小跑 不一会儿 我就开始觉得奇怪了 从悬崖上面看下来 这里距离也就二百多米 脚力最差五分钟内 肯定就到了 怎么我们走了将近一刻钟 还是没有看到那坑的影呢 难道是黑灯瞎火的 在什么地方走岔了路了 我们又向前跑了一支烟的功夫 还是老样子 前后都只能看到成堆的骨头 再远的地方就是一片黑蒙蒙的 我不由得暗骂呀 这一下子失算了 没有想到下到底下来 这里的视野被黑暗所限制 不管哪里看起来都是一样 现在不知道跑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这时候梁师爷实在是不行了 一把拉住我就大转气 小吴哥 别 别跑了 没 没用啊 我们可能中招了 我们跑了半天 头昏脑胀 却怎么也见不到目的地 心里早就已经在犯嘀咕了 一听梁师爷突然这么说 老仰便停下来问他 师爷 什么中招 怎么个说法 梁师爷一边揉着胸口 一边指了指地上 两位小哥 你们看这骨头 是不是很眼熟啊 我文言把火把抬高 果然看到地上有一只头骨 上面有一个窟窿 好像是他爬下悬崖的时候压坏的那一句 我心中暗暗觉得不妙啊 回头一照 果然后面不远处就是那块悬崖 老仰看了看四周 哎呀 楼啊 你怎么带的路啊 这不是刚才我们下来的地方吗 我也不知道 这地方哪里都看起来一样 他娘的一直走也没有注意啊 不知道是不是进了岔口 给绕了回来 梁师爷气顺了过来 对我摆了摆手 不对 你们都没注意 在下记得清清楚楚 这条小径一直都是笔直的 没有转弯或者岔路 这事情不简单 要是我没弄错 我们可能被什么东西给糊弄了 老仰知道苗头不对 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 哎呀 那可糟了 难不成 这里 这些尸体的冤魂 为了保护他们的圣地 而不让我们靠近那块空地 我心里苦笑 四周这么多尸体 千尸聚弃 要说没脏东西 谁也不信 梁师爷却又摇了摇头 我想不太会 我身上带着开光的东西 要迷你们会迷 但是我绝对没事啊 我知道这人的确有点学识 就问他 梁师爷 你这方面的见识 应该比我们多 你估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的火把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等一下火灭了 就真的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得快点想个办法 哎呀 一再下看 我们之所以走了个圈子 是这里的尸体排列有问题 这几千只头骨纵横交错 旗舰可能运用了某些奇门艺术 使得整个山洞变成一个迷宫 你知道诸葛亮的八阵图 用几堆石头就能困住十几万大军 这里的几堆骨头困住我们三个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第十五集 我知道这人的确有点学识 就问他 梁师爷 你这方面的见识应该比我们多 你估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的火把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等一下火灭了 就真的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得快点想个办法 一再下看 我们之所以走了个圈子 是这里的尸体排列有问题 这几千只头骨纵横交错 其间可能运用了某些奇门艺术 使得整个山洞变成一个迷宫 你知道诸葛亮的八阵图 用几堆石头就能困住十几万大军 这里的几堆骨头困住我们三个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诸葛亮驱兵取乱石 在临山傍江的渔富谱沙滩上布下石阵 挡住陆逊的故事 我和老杨都知道 可是小说描写毕竟是夸张 我根本不相信区区几堆石头 就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要是果真如此 还要造这么多坦克大炮干什么呀 老杨也不信就对他说 我说师爷 你可别拿糊弄广东老板那一套 来糊弄我们 您自己可也困在这儿了 这八阵图的事情 我听评书里说过 干本不是你说的那回事 况且咱们在悬崖上看的 这里的骨头排列 说完这个 老杨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忙碌住了嘴巴 向四周作医轻声地说 大吉大力 小孩子不懂事 各位别见怪 梁师爷说 这可不同啊 你在上面看的是个大概 就这么点时间 你能把尸体之间的脉络走向 全记下来吗 下来之后 这里一片漆黑 只要每一具尸体摆放的 稍微偏移一点 就可能把我们 引到事先设计好的骑路上去 不知不觉就在走回头路了 两位小哥也是过来人了 大道理 我也不说了 古人的心智 我们可不能小看了 我觉得梁师爷说的有点道理 但是也不能全信 不管怎么说 这里肯定是有什么蹊跷 要走到那块空地呀 恐怕不是简单的事情 又问他有什么主意 梁师爷叹了口气 哎呀 不是在下吹牛啊 这区区一个阵法 我是不在话下 不出意外 定能守到勤来 不过凡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恐怕咱们的火炬 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况且在下认为现在这个时候 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先解决 我知道他的意思 顿感头疼 眼下的主要问题还不是破这个阵 而是怎么面对我们的处境 不走不是办法 走下去也不是办法 这一次能走运回到原来的地方 再走下一次就不一定了 到时候火把一熄灭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不困死才怪呢 其实破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边上那些尸体上踩过去 不过这个建议谁也没提 僵持了几分钟 火把上的火焰扑腾了几声 逐渐的虚弱了下来 老养看了看火把 他娘呢 我有个点子 要不我们一把火把这里的骨头全烧了 给他来个火烧莲莲十八里 烧光了就干净了 我一听这人识傻识聪明 这种点子也想得出来 我说老养这里的骨头都已经快石化了 绝对烧不起来的 而且就算烧起来 你这不是等于自焚吗 就算不烧死 也给烟熏死了 算了 我看这样吧 我先往前走走 你们看着我的火把的走向 一旦我的移动偏移了方向 你们就叫停我 我们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不行 万一走到一半火把气了 你一个人情况更糟糕 到时候谁去救你 这种时候我们绝对不能走散 我也是急了 刚想反驳 手上的火把突然闪动了几下 终于坚持不住 扑铛一声就熄灭了 火把一熄灭 本来就不甚明亮的空间 突然一片漆黑 我吓出了一身白毛汗 火把差点脱手掉到地上 梁师爷胆子更小 当时就怪叫了一声 撒腿又跑 踩跑没几步就听到砰的一声 大概是撞到了什么上 疼得嗷嗷直叫 我掏出打火机 照了照火把 发现上面的燃头 并没有烧完呢 不知道为什么火焰就突然熄灭了 难道是风吹的 可这里也没风啊 老养性灾乐祸 老吴 你的手艺的确不行啊 这火把也太不经手了 说灭就灭 这真是非洲爸爸跳绳子 黑老子一跳啊 你他娘的啰嗦什么呢 有空挤队我 这胆子 还想来倒倒 梁师爷 见火把又烧了起来 松了口气 两位别误会 在下不是怕黑 是刚才他娘的好像有啥东西 在我脖子后面吹气 凉嗖嗖的 我以为粽子出来了 一下子给吓得没魂了 什么凉气 我看你的凉汗低脖子里去了 这粽子在您背后 不啄您一口 还往您脖子上吹气 他娘呢 您以为粽子都是小姐吗 是啊 梁师爷 镇静一点 别自己吓唬自己行吗 这 哎呀 两位小哥 千万要信我 刚才肯定有人在我后脖子上吹气 我感觉呀 真他娘的瘆人呐 我看这里不止我们仨 还有别的东西在 我看他的表情 想起刚才火把突然就熄灭了 觉得梁师爷的话也不是完全不可信 火把不比蜡烛 上面的燃头布烧光是很难熄灭的 刚才这一下子 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而且在这种地方 留个心眼总是好的 想着 我给老杨使了个眼色 意思是 还是去看看保险 老杨点了点头 两个人掏出枪来 一前一后 就往梁师爷刚才站的地方走去 梁师爷刚才站的地方 身后一尺不到 就是一具食人 食人的脑袋已经干枯了 绝对不会是这东西吹气的 那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 就是食人的背后 我和老杨小心翼翼的走过去 先用火把探了一下 然后再侧头去瞄上一眼 生怕有什么东西突然冲出来 然后老杨猛地跳了过去 举起手来 什么都没发生 后面什么都没有 我松了口气 心说 看来梁师爷确实是吓糊涂了 不过 这也不能怪他 刚才这种环境下 要是以前没来过这种地方 害怕是难免的 想当年在鲁王宫里 我还不是一样吗 胆子这东西 的确是要靠练出来的 老杨白了我一眼 摇了摇头 两个人转过身子 刚想将枪收起来 突然扑驰一声 我手上的火把又灭了 我一下子懵了 怎么回事啊 这火灭的也太突然了 就在这个时候 黑暗中的老杨忽然大叫 我靠 老杨当心呐 这里真有什么东西 快把火火火把点起来 我一下子醒悟过来 忙去掏打火机 还没摸到呢 突然背后一凉 一道进风闪电般的袭了过来 我心就糟糕啊 黑灯瞎火的 看不清来的是什么 忙一矮身子 那道进风贴着我的头皮 就掠了过去 同时我脚下一个亮枪 扑倒在地上 这一跤摔得倒不是很疼 只是撞到了边上几个石人 稀里哗啦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掉了我一脸 我顾不得饿去了 急忙打起了打火机 以最快的速度 将火把给点了起来 一照之下 只见老杨和粮食也都面如土色 趴倒在地上 粮食也已经吓得糊涂了 只叫阿弥陀佛呀 老养心有余悸 快招住 他娘的刚才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速度这么快呀 我咬紧牙关站起来 举着火把一转 发现除了又给我们撞翻了几个石人之外 四周什么变化都没有啊 连个脚印子也不见一个 当下这心里就骇人 刚才那一道进风极如闪电 可见对方靠得极近 可这里石头和尸体密布 就这么打起打火机的功夫 一片漆黑的 就算逃得再快 也不可能什么痕迹都不留下呀 我又转念一想 我靠 难道是真碰上了鬼不成 火把灭了两次 难道这鬼还想效仿鬼吹灯吗 把我这火把当蜡烛了 他娘子也太没职业道德了 要吹也不能吹火把呀 我把火把压到肩膀下 免得突然又给熄灭了 然后将梁师爷架起来 这人已经进入恍惚状态了 怎么拉都站不直 就像潘稀泥呀 我提了两把实在拉不起来 老仰没有办法 上去就啪啪给了两个耳光 我怕老仰下手太狠了 忙把他拦住 这时候梁师爷倒反应了过来 一看四周嚎啕大哭 哎呀我的娘啊 你说我这个人真是多事啊 好好地在家待着 好好地在家待着多好 干什么学人家逗逗啊 这下子完蛋了 各死一乡啊 老仰看他没完没了 一把捂住他嘴巴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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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有有完没完 一一一把年纪了还害臊不害臊啊 再吵吵我们把把把你扔着 你自己爬爬回去 梁师爷是情绪失控 被我们一下唬他马上抹了把脸 不敢再发出声音了 老仰转过头问我 哎 老吴 刚刚才那那是什么东西 你你你有没有看清楚啊 是是不是粽子 我朝他招了招手 不会的 你看我们打了个照面 连对方毛都没看见 粽子没这么快 那那那那你看 这这里这么多死尸 要说没粽子 谁谁谁谁谁也不信呢 我听说粽子也有分等级的 该不会是我们我们这次不不巧 碰到了粽子里的轻功高手了吧 我不想和他扯皮 走到给梁师爷撞散架的那几具尸体标上 用手枪拨了拨里面的东西 这里的环境这么潮湿 大部分尸体已经只剩下骨头了 上面还长着黑色的霉丝 这东西绝成不了僵尸的 我敢用我的人头担保 梁师爷这时候总算镇定了下来 抽着鼻子说 两位小哥 这是不是粽子和咱没关系 我看趁着现在还有火把 我们还是快点爬回到悬崖上面去 以后的事情再想办法吧 我知道啊 他是经不住刺激 萌生了退役的 便拍了拍他 解释说现在敌在暗我在明 如果现在去爬悬崖 指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一波 我们必无可避 就只能到阴曹地府里 去哭给阎梦听了 所以局势没明朗之前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哎老乌说的对啊 这不我们还有枪呢吗 哎就就就就算这真是粽子 一一两只我我们也也不怕的 梁师爷一把鼻涕一把泪 在那里直摇头啊 小哥 您别安慰我 就我们这两把枪 碰到粽子是死定了 恐怕留个全尸都难呢 我没碰到过真正意义上的粽子 也不知道枪打不打得动 不过既然是肉做的 我就不信还能硬得过子弹 想到这里 我的脸色算是缓和了下来 没刚才那么紧张了 想了想 觉得就挡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还是得往前走 要真不行就惨尸体吧 反正啊 现在也给我们撞翻了不少了 没什么好怕的 至于道义问题 自己小命不保 我也管不上了 老仰一听 也觉得这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 当下我们架起粮师爷 手枪上膛 还是老仰打头 我殿后 三个人咬紧牙关 顺着小路再一次 往尸镇的深处走去 我们上一次走过的时候 留的痕迹还在呢 我记得有几个地方 老仰还特别用力 在泥地上踩出了几个脚印 我们顺着这些痕迹 一路过去 果然没有发现任何的岔路 走着走着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怎么这里的尸体 腐朽的都这么不均匀呢 有些尸体烂的 连骨头都没了 可是有些却还有皮肉 刚想把它们叫停仔细看看 突然光的一声 地上一具骨架子突然就散了架子 窟窿一下子滚到一边 我吓了一跳 刚一回头就听扑枝一声 手上的火把第三次熄灭了 我有了上次的经验 马上一蹲身子 这时候就听边上一阵混乱 老仰大叫 我逮住他了 他话音未落 我就不知道给谁踢了一脚 正中脸部 差点给踢晕过去 随即我就听到稀里哗啦的 一连串骨头压裂的声音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慌乱之中 我忙将火把点燃 定睛一看 只见老仰正和什么东西扭打在一起 已经滚进尸堆里了 整一排骨头给撞得七零八落 人头骨散落一地 我赶紧上去帮忙 却发现根本帮不上手 那东西体型不大 却猛劲十足 老仰一百多斤的体重压在他身上 也压不住他 两个身体滚在了一起 横冲直撞 我根本就进不了身呢 而且稍有不慎 就会莫名其妙地被踢上一脚 我几次尝试都无法进入战团 只能站在外面干看没办法 一会儿功夫 老仰就要坚持不住了 那东西几次都几乎成功脱身 我一看再不去不行了 只好招呼梁师爷 两个一上一下扑到老仰身上 将老仰和那东西压在身子底下 老仰也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招 给压得够呛 你他妈的 幽着点啊 老子挤两骨要断了 我使劲按住老仰 将三个人的体重 完全压在下面那东西身上 发现没什么动静了 才问他 怎么样 那玩意儿死了没有 我 我不知道啊 不管你他娘的再不松开 我就要 要死